阿彌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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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在 那個 阿彌文創園區那邊 某個市集有看到 志工平台的攤位 阿彌文創園區 我們是上網查的 然後就發 然後就有看到那個 東台灣季工平台 主要的 工作是在 藝術中心然後陪小朋友一起畫畫 然後上就是美術相關的課程 然後 我覺得 他們給我很多驚喜 就是我感覺 雖然就是感覺好像是陪老師 然後一起就是教小朋友畫畫這樣 但其實就是 很常感覺是他們在 教我們事情 這樣就是很多比如說 對生活阿或者是對 這個整個族群的一些 意識阿什麼的其實 都不經意的從他們的言談之間就可以 就是會讓人覺得 欸就是有一點震驚這樣 有一句話叫做 我的生活是你遠道而來的風景 那對我來說 我其實就每天過我們家的日子 那我們住在鄉下有一些 事情我發現是志工會覺得很有趣的 像我們因為季節我們會去採一些野菜阿 或是我們就會有一些去海邊 去釣魚或是 這都是我們家普通的休閒活動 或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可是對志工來說 他可能平常都在都市 那他來他就會覺得很有趣 我們海盜民的人都會年年回來 土超年 因為實際上我們有志工 他們有那個意願 他們工作的時候那種感覺 都是很付出 付出說我要怎麼做 他們就很快就融入了 而且已經五六年來這邊了 不用講 我們要做什麼做什麼 就講一下 他們就知道 出頭一拿就開始工作 那個羊苗一拿就開始擦 雷刀一拿就開始擦 比較多習慣的 而且他們就是 怎麼講 很像沒有看到他們 很像很 那一年沒有開心 那一年沒有開心 沒有那個開心 還是怎麼樣 還是哎呀 他們又沒有來了 沒有看到 今年又沒有人來 而且很想念他們 很想念他們 他們來了 我們就像朋友一樣 像朋友一樣 這樣子 是吧 都很好 對啊 我本來只是來參觀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家具間裡面的椅子很好看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我就稱讚了他的椅子 然後他就說我可以自己做一張屬於自己的椅子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還蠻 就是很稀奇 就是我本來只是 就是覺得我自己是 只是來當志工這樣 但就是我也沒有想到說 欸我可以就是真的在這裡 就是自己 製作一樣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把它 帶回去 這樣子 然後那個小凳子是 靈感是來自於就是 當志工的時候 然後去幫 就是大哥包米 然後看到很多米粒 所以我的小凳子的設計 靈感是來自於米粒 這樣 因為文化本來會就在生活裡面 然後 我覺得來這邊的話 就是我都會看到 就是家家戶戶戶都會看到他們在 曬那個輪山草 對 然後其中 我來這邊一週然後禮拜天 那天是休息 然後我就有跟阿嬤他們一起 學怎麼編那個草席 對 對對對 算就是 就是編一下下這樣子 那已經很歪了 我覺得飲食是一個 還蠻能代表文化的 一個東西 然後在飲食上就 跟我們平常吃到很不一樣 喔我吃到那個西辣 就是 蠻酷的 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吃過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就是 鹽巴醃的豬肉啊 就是可能就僅至於吃 然後昨天吃到 哇真的是可以一小塊就配掉 一大碗飯的那種 那我有吃耶 對啊妳有吃 對啊妳有吃 那些豬肉 我就說那是生的 他們還沒有 我就說那是醃熟的 把它醃到變熟 是不是又煮過的耶 很酷 超鹹的 他們有吃起來下飯 所以我就跟他講 有空隨時回來 不一定是要來當自公才要來 那已經是部落的一份子了 妳也是我們這個家族的人 隨時回來看一看 走一走看一看這樣子 好 動起來 選手們動起來 好 會覺得自公這個名詞來講的話 一般第一印象是 我要對外招募自公 什麼的 來幫忙協助村莊啊 部落一些活動 我會示意這樣子 那其實 現在想到是部落的志公 就是 需要去培養 需要去訓練 然後像 這一場 等於是針對部落的志公的一個 算是一個蠻內快的人物 讓大家有心去做 一件事情這樣子 不管是海洋的啊 或是說生態啊 或是部落公共事務啊 其實透過一件事情之後 我覺得 部落的人才是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那假設說外面真的有 別人願意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來去做事公的時候 你部落 就可以準備好去停街 來去接待他們 然後來帶他們做 要做的東西 可以來看看 這樣子 然後也很想要就是 之後更深度了解海洋 然後 今天 進餐廳撿到非常多塑膠垃圾 所以可能回去之後 因為我是國小老師 可能就會 也會想跟孩子們說 這裡的垃圾 真的都是很多塑膠類啊 或者是大家的水氣 丟了飽透瓶啊之類的 所以 有機會也會想帶小朋友 一起來進餐活動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之前也是 志工平台的兼職 然後 領館處的這個計畫就是 真的是讓很多人 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來認識部落 可能之前這部落想像 也會透過這一次 然後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是就是走走看看 嗨 嗨 哎呀 透過了 哈哈 今天透過這樣的活動啊 因為我們是全家一起出動 然後就八個傻瓜的家族 幾乎都出動 然後我也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 那個 醫生做的那種方式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 在 來海邊的時候 或者是說 平常 可以把那個垃圾分類好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其實這樣 今天感覺真的是很好 可以讓大家去 體驗不一樣的 就是家族一起行動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靈解心啊 目的跟任務很簡單 就是清理這個海廢 那我們就清理完之後 然後安全的傷害 這種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在這個過程呢 我很強烈的感受到 族人對於大自然的靜安 尤其是海洋 他們取之於海洋 回饋於海洋 尤其剛開始 我們有做一個 類似祈禱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對大海 表示我們的敬意 那我們愛顧大海 大海也會保護我們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 我也希望能將這個活動 分享給大家 先了解 志工的 的情況 跟志工的需要 跟我們這邊的需要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媒合 是還蠻重要的 志工來 如果說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窗口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媒介 然後讓他們能夠知道 這一個家族怎麼樣 在這個部落可以生存下來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這邊的環境啊 這邊的動物植物啊 然後得到一個和諧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 有這樣子的平台 這樣子志工平台 我們就已經 就很放心了 因為你們會幫我們過濾 你們也會告訴他們說 這個部落的規範 所以我們就 比較輕鬆啦 嗯 我只能說有你們真好 如果說沒有你們的話 我們這個活動 根本就沒有辦法進行 好了 謝謝各位 我用這盞啤酒 來祝福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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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喝多少就盡量喝 反正就變成很多 好不好 好